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开心又来和大家一起来聊天 又见面了 那今天聊的话题 其实跟严肃新闻有关系了 那我们可能现在 大家都会有一些体感 是严肃新闻 严肃媒体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比重可能是越来越少的 但是表彰严肃和高质量新闻的 普利策奖 每年其实都有在颁奖 那在上周也就是5月6日 今年的普利策奖 又发布了今年的名单了 所以今天就把方老师给拽过来 也是来聊一下 从这样的一个奖项上 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些 什么样的趋势 那我想它可能不光是媒体的趋势 它可能还折射出一种 更大环境的一些趋势 那方老师 我想可能并不是每个人 都那么熟悉这个奖项 我们要不要先来说一下 就这个奖项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奖项 对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我也挺想问你 你是从什么时候 第一次知道普利策奖的 如果说我的话 我觉得我不知道 从什么开始听说 但是对这个奖项 有比较明确的印象 应该是我在读大学学新闻的时候 而中间其实是借助一些翻译的作品 就当时我记得是有出版这种普利策获奖作品集之类的 而中间可能又特别翻译多的 可能是像特考类或者是调查报导类 那我记得展江老师 应该是在翻读普利策奖作品的事件中间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 可能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学新闻的人 在了解普利策奖的过程中间 其实真的回过头来看 要挺感谢他的这样一些异界的工作 因为当时的互联网没有这么发达 当时其实大家接触到普利策奖的作品 其实也是比较困难的 我不知道涛老师你是什么途径接触到的 就一下子就暴露了 我根本就不是就是新闻的科班出身 我是学法律的 但是阴差阳错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媒体这个行业 所以相当于是进了媒体开始写作 前辈们跟我说 就是有哪些你可以业务精进的 就一定会提到普利策奖 对那个时候就只是知道 OK这个普利策奖还是挺厉害的 我应该去看看得奖的这些作品 但是也是若干年后 我才稍微了解了普利策奖的创始人 他其实他自己生产的很多新闻 也并不是一个高质量的新闻 要不要稍微展开说一下下 我觉得不用展开了吧 因为有兴趣的可以去听我们上次聊 这个黄色新闻的这个历史的那一期就好了 对对对 关键词是黄色新闻 对对对 总之普利策奖它是 你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最牛的新闻奖 但是这个中间就会产生一些误解 对吧我觉得有一些常见的一些误解 比如说我之前看到有人说 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记者能得一次普利策奖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个中间可能就会有点混淆了 就会把普利策奖看成像诺贝尔奖一样的 诺贝尔奖是全世界的任何人都可能可以获得的 但是呢普利策奖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美国的新闻奖 所以呢你只要不是美国的媒体做的报道 那其实你就没有获得普利策奖的权利 所以非常遗憾哈 不过说到这一点的话 其实有一个小小的补充呢 就是这两年如果大家看名单 比如说今年大家看名单中间就有路透社 那有人会说路透社它不是一个英国的通讯社吗 那前两年的时候还有卫报就是The Guardian 就是这不是一家英国的报纸吗 他们怎么能获得普利策奖呢 对吧 那据我了解的情况呢 就是说他们要获奖其实是有一些特殊操作在里面的 比如说卫报 他说他有一个美国版 所以呢他就可以说 我其实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算一个美国媒体 那路透社也是一样 他在美国有很大的存在 很大的办公室 有自己专门的这个section在里面 所以呢他可能以这种曲线的方式 参与了评奖 但是你看获奖名单的话 还是会发现绝大部分都还是纯种的 这个美国的媒体 所以这个是一个特点了 那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普利策奖的历史已经超过100年了 但是如果大家看他的这个获奖名单 他也并不是完全能够照顾到所有的做新闻媒体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电视媒体 其实你就不能获得普利策奖 那今年的话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口子打开了 就是说如果你是广播电视类的媒体 你可以报名普利策奖 但是你不能仅仅靠你的视频内容 你就是说我做了一个很深度的 像比如说60分钟啊 这个美国非常经典的这个深度新闻报道的片子 或者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什么新闻调查之类的这种片子 你说我做了一个这样的电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查报道的一个片子 可以吗 不可以 他说虽然你作为电视媒体可以报名参加 但是呢 你必须是提交发表于你在你自己的网站上面的文字作品 才可以和我们一起角逐 所以呢我们从中也能看出来普利策奖 它还是一个以文字为绝对绝对的一个重心的这样一个奖项 当然了随着这种媒体环境的变化 这两年普利策奖也不得不向其他的形式展开了 比如说就是和我们播客很有关系的 就是这个音频报道奖 也是前两年开始就是允许有这个纯音频的报道 那当然这种就不需要有什么文字了 但无论如何 它还是一个相当文字重心的一个奖项 如果是广播电视类的奖项 其实大家可能听说过的上有艾美奖 还有另外一个奖项呢 叫做皮博迪奖吧 那这两个奖其实是对这个 比如说在美国做广播电视新闻的人 被认为是最高的奖项 那他们其实就不是泰坎普利策奖 所以从这个中间我们也能看出来说 普利策奖他也许在新闻界是像诺贝尔奖一样的 这种很高大的存在 但其实他也有很多自己的这样一个限定性在里面 对 所以刚刚方老师提到说 他可能不像是诺贝尔奖一样是全球的 但是我看到资料说 启发了普利策先生去创办这个奖 恰恰的确是诺贝尔奖 就只是他只是for美国人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如果现在去看普利策奖的一些介绍 的确他会就时不时会说 他是forprint 是为印刷作品 所以刚刚说电视不能参选 但是如果你是一本书一个小说或者是一个传记 就包括去年我们说给我很大影响的凯伯德 他获得了普利策奖 他写的就是传记 所以有这么一些有意思的小的方面吧 对所以其实普利策奖最有名的是普利策新闻奖 那这什么意思 其实普利策每年要发出大概20多个奖项 那其中有15个奖项是新闻类的 是新闻媒体类的 那其他的奖项是更偏文学艺术类的 那文学艺术类的它承载的方式 可能主要就是以书籍的这个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主要还是聚焦于 这15个新闻类的奖项 这也是大家会知晓度比较高的 然后其实我本来还想请方老师去讲一下 说通过普利策奖可能可以观察到什么 但可能观察不到什么 我觉得其实这个有一半已经回答了 就你可能观察不到 类似于电视新闻方面的趋势 你只能观察到平面新闻 以及是现在暂时的播客一点点覆盖到 还有什么呢 那当然还有就是 只能观察到美国新闻业最好的作品 对吧 你观察不到美国之外的世界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 那其实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之前和一些在美国媒体工作的人 有交流过 就他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 就会觉得是说 比如说我是在一家大媒体工作 那这家媒体每年生产很多很多的内容出来 但是呢中间有一些内容 就是给大家一个感觉 就是说明显是奔着拿奖去的 就会有这么一个说法 那当然也不是说 我这个做这个报道 完全就是唯一的目的就是拿奖 那肯定不是 肯定还是想要产生社会影响力 是最重要的 当然希望能够增加流量 对吧 增加读者 增加订阅用户 这些也肯定都是很重要的目的 但确实是有一类报道 你明显能看到 它是有很浓重的得奖的色彩 那什么是得奖的色彩呢 我觉得肯定就是符合这个 获奖的这种作品的要求 或者是符合这种评委会的口味的 这些作品 那这些口味并不 首先它肯定绝对不是代表大众的口味 对吧 那它肯定不是说 是这种点击量最大的 最流行的 在社交媒体上 转发最广的这种病毒式的内容 那当然不可能 在普雷策奖中间得奖了 那另外呢就是说 它可能会相当关注这种社会影响力 而且是公共利益 或者是社会正义方面 这类的话题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 普雷策奖的 获奖的这种名单的话 基本上每年你都能看到的主题 可能是非常恒定的主题 战争 犯罪 美国的种族问题 对吧 美国的各种其他的这种不平等问题 还有腐败 对对对腐败 地方政府的腐败 或者是甚至到联邦层面的腐败 这些 其实是非常经典的 我们叫做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 也就是让手握权势的人 得到监督的这样一种取向 那这当然非常非常重要 但它显然不是新闻业的全貌 对吧 所以这种中间也还是能够看出 就是说普雷策奖 它其实是代表了某一类这种内容吧 对 我今天还特意去上了普雷策 他们的网站看了一下 就看他们自己是怎么表述普雷策奖的 说他们是为了表彰美国报纸 最无私最有价值的报业 所做出的这部分的公共服务 他们就是就的确说是 你要做出社会价值来 我才会颁奖给你 所以刚刚你说的是冲着得奖去 它可能还有一个隐含的含义 就是的确做这个报道 成本实在太高了 就我们做新闻都知道有一些调查报道 真的一做做个半年一年或者两年 成本非常之高 但是你能够有广告吗 不可能没有人会愿意 就是甲方给你投这样的广告 但你依然是做了 所以它是一个成本收入不相符的 那你还能得到什么 你就只能够得到一个普雷策奖 对 当然你如果得奖了 你的品牌效应也就提升了 对吧 所以这间接 非常间接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这种收益 但是它确实直接的这种运算方面来看 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划算的事情 是的 是的 那我们回到今年的普雷策奖吧 就是今年的普雷策奖 我们有看到一些什么不一样的 跟网宁不一样的趋势吗 今年的普雷策奖 我觉得首先一点可能就是AI吧 对吧 就是这个 AI 无处不猜的AI 对 或许我们也可以从AI谈起 那确实就是今年普雷策奖 这个委员会要求所有报名的作品 都需要说明自己在作品的创作的过程中间 有没有去使用AI的工具 怎么去使用的 这些必须是有一个公开透明的 这样一个披露 当然也是随着最近一年多 生成是AI带来的这种热点的话题 全球的关注 使得这种新闻业怎么使用AI 以及是否能够做到透明的 负责任的使用AI 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所以普雷策奖的委员会 这么去规定的话 我觉得也是与时俱进的一个表现 对 这是他们第一次要求披露 其实之前可能记者用这种AI 或者是machine learning 或者data数据的挖掘已经有一些了 只是普雷策奖没有要求披露而已 对 其实已经有挺多年的历史 就是有作品 特别是这种涉及到非常大数据的 分析的这种作品 在报道的过程中间 确实是使用AI的工具 当然这个中间就取决于说 我们怎么来理解和定义AI了 对吧 那现在因为像ChatGPT已经把大家对AI的想象 完全转向了一个生成式AI的这样一个想象 就好像AI一定是要来像记者一样直接写文章 或者说直接生成图片 生成视频 这才是使用AI一样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这只是AI的冰山一角吧 那其实AI在非常广泛的使用在媒体界里面 比如说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算法 算法就是AI对吧 那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 它都在用AI来去排序你在时间线上看到的内容 那其实都已经在广泛的使用AI了 那对于新闻媒体来说 其实从今年入围的作品中间 有使用到AI的情况来看 最重要的使用方式也还是用刚才我们提到的 对大数据来做这种基于机器学习的 这样一种帮助 这样一种完成人不可能完成的大规模的 从数据中间提取出一些模式趋势的 这样一些工作出来 所以这个是今年的一个特点 虽然是有一种新的报名要求 但其实它最后呈现的 还是一些已经出现几年的内容了 对对对 我看到它有说是45名决赛入围的 其中有5名是透露在研究报告 或者起草阶段用了人工智能 然后如果是算上更大的 就是没有入围的用的更多 然后我后来我想了一下 这个非常的正常 因为包括现在我们 就比方我做深冬机器 有的时候标题想不出来 也会问XGBT 我有的时候就会经常说 遇事不决问XGBT 但是你说的这种 他怎么在最后的这种参赛当中去披露 其实就给我感觉有点模糊地带了 对吧 因为如果说他给了你一些想法 但最后你没有用他的想法 或者是说你只是得到他灵感的启发 然后自己想出来另外一个东西 那你觉得需要披露吗 这个其实有点有点模糊地带 但我觉得披露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也是 他并不是说披露就减分了 对我觉得以后这种 就是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是一种co-pilot 就是那个现在经常说的 你用生成式AI 进行你co-pilot式的工作 这个是最简单的 但是我想就是最终获奖的当中有两 两件作品 对两件作品 他其实用人工智能 是用的非常的聪明智慧 而且是如果只是记者的话 他可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工作的 我们要不要来稍微说一说这两件作品 好啊好啊 一件我们从纽约时报的就开始说吧 因为纽约时报的这个也是背后 它不仅是代表了AI的趋势 也是代表了这两年在全球新闻界 特别是在欧美新闻界里面 非常火的一个概念 叫做开源情报调查 就是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那什么是开源情报调查呢 其实它就是利用各种各样公开的信息 然后来做调查报道 那大家知道其实很多调查报道 你往往需要内部的线人 深猴来给你爆料才行 对吧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是找不到 这样的人给你爆料 所以你只能用公开信息做分析 那我们可以从纽约时报 这次获奖作品中间来看一下 它到底是怎么做这个开源情报调查的 它其实这一次的这个作品 是一组报道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这一组报道就是关于这个 正在袈裟发生了这场战争的 那获奖的这个作品中间 有一个用开源情报调查的部分呢 它是记者 他是想要去从卫星图片中间 去识别以色列在加沙地带 到底使用了多少非常非常重量级的 它们被称为叫做2000磅炸弹 这是一种非常摧毁力 非常大的一种炸弹 那就是说 因为你用了这个炸弹之后 你会留下弹坑 所以呢 在卫星图片上 理论上其实你应该能看到这样的弹坑 但是人眼去看 那就是大海捞针了 对吧 因为卫星图片 它是非常非常的大量的 你不可能是用人眼一个一个去找 所以呢 这个纽约时报就训练了这样一个 机器学习的这样的模型 那首先它确定了一些 哪些是确定无疑的 这个确实是这个弹坑 然后让机器去学习中间的这些特征 然后呢 再去分析大量的这种卫星图片 这样呢就可以识别出来其他的弹坑 所以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识别出了 特别是以色列的军队在平民区 投下的这种大规模的杀伤性的炸弹 所以这是一个对以色列不当使用 非常强有力摧毁性的武器 特别是针对平民的这种杀伤的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证据 它不是依靠对以色列军队内部的采访 而是依靠公开可以获得的卫星图片完成的 对我觉得这一组报道当中 新闻价值的确也非常充分 是我们知道可能在这里的战争 对平民造成了大量的伤害 包括以色列也说 他们国内也有很多伤害 我们也知道加沙地带平民有很多伤害 但伤害究竟是怎么样 然后我觉得它最大的新闻价值是 它是说以色列其实是把它 武器库中最大的炸弹 就是刚刚方老师说的这个2000磅的炸弹 然后他们投放在的地方是 以色列他们给平民划出了一个安全区域 然后他们恰恰是在这个安全区域内 投入了这么多的炸弹 然后这个弹坑我们可以去想象 因为那里已经非常的混乱 记者也很难进去 这个上次我跟方老师的一期节目当中有说到 就加沙地带记者现在很难进去了 那如果是仅靠当地的难民 其实是没有办法提供任何的信息的 但通过卫星图片 这是一个公开的资料来识别 我觉得这个背后的价值的确非常非常大 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对平民的伤害 是发生在哪里 然后谁在说真话 谁在说谎话 对 而且这个里面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卫星图片 它其实是开源情报调查 非常非常常用到的这样一种数据了 那而且当然涉及到说 那大家想问那卫星图片从哪来 对吧 以及说这种看上去非常厉害的算法 到底是怎么训练的 纽约时报有这么强的这种技术实力吗 那其实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说 其实在今年的这种获奖名单中 也不仅只是这一份了 其实都涉及到一个新闻媒体 和其他的更专业的机构去合作的 比如说对这种卫星图片的分析 它和第三方的平台去合作的 这个第三方的平台是专注于 对这些非常这个庞大的数据 做机器学习的训练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吧 就是像AI大数据 机器学习这些 对吧 就别说这个小媒体了 就连纽约时报都可能没有这么大的 这种硬件的能力去搞定它 所以往往其实这种合作 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然后我的确还看到像OpenAI 在去年已经跟美联社有达成协议 说可能会要去合作 就不知道他们会产生一些什么东西 但让我的确也比较感兴趣的是 我今天去看了一下纽约时报 它在AI方面的放的人力 就是投入的人 他们有专门的AI方面的一些小组 然后带领的团队的leader之类的 我就觉得还是走得挺前面的 对 他们已经是非常财大气粗了在这方面 但就算这样 他们也不能独立完成这样一个 非常大数据的这样一个分析 那另外一个报道可能 它就是相当于是反方面 我们刚刚说财大气粗的纽约时报 会用这些数据 那个数据挖掘跟人工智能去做报道 但可能第二个作品 它就是更加小的一个机构 它也是可以这么去做的 对 其实说到这个小机构的话 可能待会就跟我们要说到的 另外一个趋势相关了 那我们就先暂时集中在 怎么用AI的这方面 那这样一个AI使用的这样一个作品呢 其实它是由在芝加哥的两家地方媒体 合作完成的 那它主要调查的对象呢 就是说在芝加哥有一些黑人女性会失踪 失踪了之后家人去报案 但警察其实是有时候是置之不理 有时候是非常的消极怠慢 对于被害人的这种家属呢 其实也有一些不当的这种处置 其实在警察局内部 对于一些失职行为不当行为 其实是有记录的 几年前的时候 大概十年前的时候 通过一桩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院的判例 就使得这些警方内部做出的这种 警察不当行为的这种信息 都变成了公开信息 媒体或者公民都可以去请求警方公开出来 所以这两家机构呢 就获得了大量的这些 关于警方警察失职行为的一些数据 那在这些数据当中 要想把关于失踪黑人女性报警之后 所遭遇的这些不当处置 把这些东西挖出来 那又是一个大海捞针了 对吧 所以往往其实我们能看到 AI现在主要的这种作用 真的是帮助从大海中间捞出针来 所以这里面又涉及到是说 我首先要知道哪一些 确定的案例里面 是警方的这些不当行为 确实是我们想要找的 然后再让机器学习到中间的一些规律 再让他去找其他的资料里面相关的案例 这个里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说 首先怎么来确定这个训练数据呢 对吧 训练数据就是我已经知道 这个案例就是我们想要找的 那告诉机器说 这就是我们想找的案例 其实这个训练数据的获得 就和这两家地方媒体的一个理念有关了 这两家地方媒体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希望我报道本地社区的事务 但同时希望本地社区 能够尽量多地参与到我的报道当中来 能够成为我的报道中间的一部分 参与这个报道的过程 自然而然 那在这个训练数据的这个产生过程中间 他们就邀请了 有200位的这种社区的志愿者参与进来 然后能够去阅读这些警方的 这些不良行为的这个档案 从中找到说 哪一些就是我想要的 关于失踪黑人女性案件的这些文字 或者是段落 然后就让这些志愿者来帮忙 找到这些训练数据 这个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对吧 因为其实社区里面的这些人 对本社区所遭遇到的 关于警方的不当行为的这种危害 其实是了解最深的 其实他们最有这方面的这种专业的知识 能够去了解 虽然他们对AI可能一点都不懂 但是他们只要能帮助 把训练数据给识别出来 然后再交由AI继续学习 然后再去把其他数据中间的 这种案例识别出来就好了 所以这个我们能看出来是一个 刚才涛老师说co-pilot 那这个co-pilot 其实都不仅仅是记者和AI之间的 而是能够让本地社区的普通人 能够参与进来 所以我觉得从这种操作方式来看 也是给人很大的一种启发的 对 就感觉是相当于是 这两个小的实验性的媒体机构 其实还从另外一个层面上 建立了一个社群 把本地的社群给凝聚在了一起 其实也挺重要的 就特别是当现在语境是 本地化媒体都在消失的情况下 对 其实这里面就是涉及到说 他们不仅仅是在这个案例中间这么做 其实他一直都在这么做 对吧 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 包括去给本地的社群里面的人 做一些工作坊 教大家不管是识别假新闻 还是说教大家来用一些方式 记录自己身边的发生的事情 在各种报道中间 其实都大量的去倾听 本地社区普通人的声音 这其实是一种长久的理念 并不是为了做AI 才把他们参与进来的 听起来还挺有启发性的 就觉得很重要这样子媒体存在 对 当然是的 特别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说 这个普利瑟奖 他特别讲美国语境 在美国语境下 这几年或者是十几年几十年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都是关于地方媒体 或者是关于地方腐败 或者是关于地方公共生活 这样的问题 所以地方媒体 其实蛮受普利瑟奖评委会的重视的 我的感觉是因为他们觉得 只有一个发达的地方媒体的生态 才能保证美国在地方层面的民主 是强健的 美国在地方层面的腐败 是可以被监督的 这样也才能真正的 有一个良好的公共生活 而不是说只有联邦政府层面的 一些事情就够了 所以刚刚我们说的 这个芝加哥的两个媒体机构 它当然也获得了其他的奖 但它其中获得的一个奖 就是当地报道奖 对 地方报道奖 所以AI是第一大趋势 然后第二大趋势是什么 对 那我们就顺着刚才 这个主题就是关于 这个地方媒体的这个主题来讲 那第二大趋势 我觉得其实也是我们看到 美国新闻界的一些观察者 他总结出来的 因为每年大家都非常关注 普利瑟奖会奖名单 对吧 大家都会去看 到底是谁得了奖 哪些媒体得奖了 哪些媒体也没得奖 对吧 大家会发现 有一些是大家完全能预料得到的 比如说像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纽约克 包括美联社 路透社 这些基本上就是每年肯定都有他们的奖项 对吧 因为他们实在是非常的强大 网络的最好的记者 而且也是出版的这种内容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基本上每年你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那除了这些之外 这些奖项还会归谁呢 大家就观察到说 那对于比如说10年前20年前来说 其他的这些奖项可能就会被美国的地方性报纸获得 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像洛杉矶时报 博士顿环球报 那这些其实都是已经很有名的了 那对于一些 还有一些非常就是在美国之外的人 基本上都没有听过的一些州里面的这些报纸 可能都会得到布里斯奖 这个对于美国的这种新闻界来说是一个常态 但是在今年的获奖名单中间 大家就发现好像地方报纸都消失了 只有洛杉矶时报获得了一个奖 那这个奖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新闻报道奖 因为它是一个关于写电影评论的 这样一个文化评论奖 对 那在其他的 波士顿环球报也好 还是各种各样你知道的不知道的 美国的地方媒体 都没有获得任何的奖项 所以这个就会让 特别是有这种关心地方报纸 传统的美国新闻业界的人 觉得非常的有点伤感吧 因为很多人可能都在这些工作过 因为其实对于美国记者的成长路径来说 其实不少人都是先在地方的这种媒体工作 然后再一步步的可能走向了 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国家型的这种大媒体的 对我来说这个感觉是看了一场连续剧 因为我十多年前刚到纽约做的第一个封面报道 就叫小报的消失 那它能从消失到现在才刚刚退出这个获奖名单 还是坚持了十几年 对 是的 但是地方性的其他类型的媒体还是有冒出来 对不对 对对 刚才说到了说 那这些媒体从获奖名单中消失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 那就是纽约时报来包览全部了呢 那其实也不是了 所以大家还是观察到一个 你从积极方面来说 还是观察到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趋势 那就是仍然是在地方层面 还是有一批 可能你大家就更没有听说过名字的一些媒体 他们获奖了 那可能对于美国新闻界来说 有一些名字都不是那么经常会被听到 但是他们这一次就获奖了 那他们这批媒体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他们是所谓的网络原生媒体 也就是说他不是原来有一家报纸 然后报纸做个网站 做个app什么之类的 他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的印刷的存在 他一开始就是一家数字媒体 那这是一个特点 那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看这些媒体的 这些本身的性质和他的资金来源的话 就会发现他和地方性报纸挺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也能够让人理解 对吧 就是说为什么小报消失了 为什么地方性的报纸衰落了 那地方性的网络媒体还能活下来 还活得挺好 还能得到普利瑟奖 这个听上去有一点不合逻辑啊 对吧 因为如果地方网络媒体 真的是一个可以维持的一个生意的话 那只要地方性的报纸 也做地方性的网站 地方性的网媒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大家可能会自然产生这样的疑问在里面 那所以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个 非常根本性的区别 那就是陶老师到纽约之后写的 这个小报的消失 地方性小报的消失 这些报纸都是盈利性的公司 他们都是商业媒体 商业媒体在过去十几年 二十年实际上是英文市场媒体的冲击 商业模式的崩溃 倒闭了很多 没有倒闭的也活得很差 但是最近涌现出来了这批 能够获得普利瑟奖的网络媒体 他们绝大多数绝大多数都不是商业公司 都不是盈利性的媒体 他们基本上都是叫做非盈利媒体 那他们基本上都不是以赚钱为目的 他们不是这种公司化的运作 他们的钱不是来自于广告 很多都明确说我们不打广告 他们的钱都是来自于这种基金会 还有个人的捐赠 所以这个也就说明说 地方媒体实际上到现在为止 还是没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 不像纽约时报这样 依靠订阅就能活得挺好的 对吧 那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商业模式 但是对于地方报纸 或者对于地方媒体来说 好的商业模式几乎还是不存在的 也不能说完全不存在 但几乎是非常非常难找到的 所以要让地方媒体 能够活下去做出好的报道 可能只有让它变成非盈利性质的存在 由在美国大量存在的 以实现社会影响力为初衷的 这些基金会来提供钱支持 才可以了 听起来还是挺悲伤的 要用一个NGO的方式来做一份报纸 对 你可以用这种悲伤的方式去想 但你也可以用很积极的方式去想 说哇 这种方式已经蔚然成风了 对吧 特别是 或许我们可以把一些媒体的名字 链接放在show notes里面 大家可以试着打开 因为这对于这些非盈利媒体来说 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他们要极高的提升自己的透明度 因为这个基本上是捐赠的基金 对他们的要求 就是说我给你钱可以 但是你对于自己的财政状况 对于自己怎么去运行 有多少人用的这种编辑守则 是什么样的 你都得非常的公开透明 这是很多捐钱的人的要求 所以这些媒体基本上都会在网上 直接发布他们每年的报税表 他们发布他们这个所有的这种 只要是你的捐赠 基本上这个界限是5000美元以上 只要你捐了5000美元以上 不管你是个人还是基金会 名字都会发布在他们的网站上 所以你只要点开一两个这样的媒体 就会发现 哇有的媒体居然一列了一长串 一长串的这个基金会的名字 绝大多数都是你没有听说过的基金会 有一些可能新闻界的人听说过 比如说像奈特基金会 尼曼基金会这些 他们都是有份去捐赠的 但是还有好多是你可能没有听说过名字的 这种以个人家族形式成立的这种基金会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倒觉得倒不是那么悲伤 或者隔岸关火的角度来说 我倒觉得挺让人羡慕的吧 至少他们有一个非常活跃的生态 但我这个因为这个是我完全的知识盲区 我还挺好奇 这样子的地方类的网络媒体 它更加是在一个更加富裕的社区 还是在一个极端贫困会需要有外界关注的社区 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有 那贫困的或者是问题多的 这个社区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因为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商业逻辑和基金会逻辑的不同了 甚至是相反了 如果说你要办一份商业性的报纸 你当然首先选择去富裕的地方办 对吧 因为只有富裕的地方 当地的人才能更多买得起你的报纸 以及当地才有更多的广告商 在你的这个报纸上 在你的媒体上投入广告 对吧 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商业逻辑 所以在商业逻辑之下 往往也是富裕的地区 能够有更多的媒体去为它服务 而穷困的地区往往也是成为了所谓的新闻沙漠 没有地方媒体可以会为它服务 但是基金会不一样 基金会愿意给这些媒体去投钱 不是做慈善 它并不是说我给了你钱 你随便干什么 对吧 它其实还是有所图的 当然它的所图不是为了钱 不是为了获得利润 因为这些基金会基本都是很有钱的人 本身已经赚了太多的钱 他想拿一些钱来做一些事情 推动一些他所认可的理念 或者是推动一些他希望能够发生的 这种社会影响社会改变才做的 所以他当然不指望通过这个钱再去赚什么钱了 对吧 他完全不需要这个 他之所以要投给新闻媒体 其实图的就是社会影响 对吧 这个社会影响可能就很多 其实是与这种社会正义相关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能理解 为什么非引力媒体可能也许是非常适合获得这个普利策奖的 对吧 因为普利策奖本身也是非常强调这个社会正义的这一点 所以呢 如果是一个比较贫困的社区 或者比如说我们就以刚才提到的这两个 在芝加哥的媒体 对吧 那芝加哥当然是美国非常大的城市 它有非常富裕的地区 但是芝加哥可能居国的人也知道 就是芝加哥的这种黑人区 对也是非常的贫困 然后有非常多的罪案 有非常多的社会问题 所以反倒是在这种有很多问题的社区 你更能够去实现这种社会正义 去实现这种社会的改变 所以基金会可能更愿意去在这些方面去投入资金 去支持在这些方面来深耕细作的地方媒体 所以背后其实确实是两套不同的逻辑 我会有这样的猜测 其实也是因为看到这次的突发新闻讲 它是那个Santa Cruz Lookout Santa Cruz 对Santa Cruz 我知道它反正是加州一个还是比较富裕 然后富人云集的地方 我就特意去看了一下 因为它报道的是那个洪水和泥石流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 我就发现这个人 他办报纸的时候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70岁 但他之前呢也是媒体高管 也是一直在批评新闻行业 但他到70岁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怎么他所在的这个美好的社区 是没有新闻作为一个新闻监管 或者是当地媒体报道的来源 所以他就会觉得这个事情不行 他就开始来办一个媒体集团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在富裕的地方 有钱的这些 但同时也有着对社区 相当于要做出一些公共价值的人 他更加有资源去办这样的地方媒体 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猜测 我觉得涛老师作为一个前加州人 这个目光很准 就是你一眼识别出了 这一批地方媒体中间 唯一的一家不是非盈利媒体的媒体 就所以它是盈利媒体 它不是非盈利媒体 它是盈利性的媒体 所以他就是在一个 对比较富裕的地方 所以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展开一下 就是涛老师说的这个人 就是这个Lookout Santa Cruz的这个创办者 叫Ken Doctor 这个人的名字确实也是他姓Doctor 然后我就想说 那生来就有博士学位了 对啊 是 对 Anyway 那这个人确实他是长期研究 这个媒体的商业模式的 他甚至发明了一个词 叫做News and Economics 就是News and Economics 然后结合起来的这样一个词 新闻经济学是吗 对对对对 他甚至是这个新闻经济学的 这样一个这个词的发明者 那他确实就像涛老师说的 他就是研究了很多 观察了很多 批评了很多 但是到了70岁的时候 觉得说我不如就 这个撸起袖子加油干 对吧 我就自己去把自己 所相信的这个理念 投入实际的运行 当时确实就是 他发现在他自己的这个社区 其实也很缺地方性的媒体 所以他就创办了 这样一家盈利性的媒体 它是一个公司 盈利性的公司 它的收入是来自广告 它做广告的 然后也来自付费订阅 但是他特别强调自己 是有公共利益服务趋向的 这样一种商业媒体 所以也就是说 它是一家商业公司 但是它不会为了 去提升自己的利润 而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它甚至会有意的 去限制自己的利润率 我更强调说 我要实现公共价值 所以他这个lookout 他其实是想做成一个集团了 那Santa Cruz 是他自己的做的第一家 就从自己长期生活的这个地方开始 那接下来他应该是在俄勒冈州 也会马上去发布他的第二家 这个lookout 所以这个应该是和我们前面说到的 这种非盈利媒体会有一些不同的 那我当然个人也非常希望 lookout系列能够获得更多的成功了 因为我们 我觉得如果说现在的新闻业商业模式方面 有什么重要的点 就是说我们没法再依赖非常单一的这种商业模式 或者是这种收入模式了 如果说大家有各种不同的尝试 都能取得一定的成功 这个是最好的 我还有一个猜想 因为我对这家公司的确没有做太多的研究 因为我看到他的竞争对手是media news group 这是一个被对冲基金给控股的一个公司 然后我也知道可能在过去的十年 或者是多长的一个区间内 其实有很多这种基金公司去收购大量的本地媒体 然后通过无论是裁员还是非常激进的重组 捞一笔最后破产 所以很多小报的消失其实是这么消失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media news group在Santa Cruz的控股 可能也正在用这种方式操作 使得Canductor非常的不满 他就觉得我们不能够让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对冲基金公司 把我们当地的媒体搞死了 然后我就自己做一个来跟他做竞争 我也不知道 我就瞎猜了一下 没有可能 因为Canductor确实之前写很多文章来批评 这些对冲基金在毁坏美国地方新闻业中间的 这些不光彩的作用 他确实批判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猜测 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了 那我觉得另外一点 这个也提示我们 我们刚才说到新闻业记者 怎么去调查社会的腐败黑暗 怎么去推进正义 但其实对于新闻业本身 它的面临的问题 其实也需要有人去研究 也需要有人去推进 对吧 就是你自己都活不下去了 你怎么去来给这个公共利益服务呢 对吧 而你自己的利益又在被谁去剥削压榨 你又在被谁榨干最后一滴血 然后被抛弃掉 这个实际上像Canductor在内的一些人 在中间再去警示这个方面 其实真的是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Lookout这一次获得普利策奖 我觉得也让新闻界的 美国新闻界的挺多人 为Canductor个人觉得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 他是在坚持美国地方新闻业的这种价值 并且实际的去探寻背后的问题是什么 还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来去创造一个 可能可行的可持续的这种模式 很多人应该是对他的这种身体力行 感觉非常的感佩吧 所以我们刚刚说了两个趋势 一个是AI 一个是地方性的媒体 已经不再是报纸 而是其他形式了 还有其他的吗 其他的话 我个人觉得就不算什么非常大的趋势了 可能都是一些一如既往的这样一些特征了 对那说到这种非盈利性质的这个媒体呢 其实我还想提到另外一个例子 他是2022年的普利策奖中间的一个得奖的媒体 和他的这个作品 那我很想提一嘴的呢 一方面是因为他也是一个由基金会支持的 非盈利性质的媒体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和最近的一个新闻有关了 因为最近关心商业金融的人 可能知道一个新闻 就是一个叫做文艺复兴的对冲基金的 这个创始人叫Jim Simons去世了 对 那Jim Simons这个人也是非常的传奇了 我们刚才才说到这个对冲基金有多邪恶 对吧 那我觉得在对冲基金界里面 也许Jim Simons是一个相对口碑还比较好的 这样一个做对冲基金的人 那他其实是开创了这个量化投资的 这样一个泰斗级的这样一个人物了 他原来是一个数学家 后来40岁的时候 就不想在大学里面再去研究数学和教数学了 然后就和一些人一起 来用他们的数学知识来做量化投资 获得了非常非常大的成功 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等他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之后呢 他就把自己的钱去投入到那些 他觉得值得投入的这些地方 比如说很重要的一块呢 就是这个教育 特别是这种基础科学的这种研究和教育 所以呢他给大学 特别是给他曾经工作过的这个大学 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来支持这种基础科学的研究 因为他本身数学出身嘛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科学了 那其实除了这种支持研究之外 他还会去支持这种科学的这样一种传播 也就是支持好的科学报道 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其实是支持成立了一个叫做 我们可以翻译为量子杂志的 这样一个在线的科学类的媒体 那这个媒体在2022年的时候 是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的解释性报道奖 他讲的就是那个叫做 詹姆斯尾部的那个太空望远镜 对那篇文章非常非常的长 但是我还记得当时我也是因为普利策奖 才知道了这个媒体和这篇文章 花了很多的时间把这篇文章读下来 我当时确实是觉得一方面非常的震撼 也非常的享受 也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理想的一种科学写作的一个状态 就是首先你的这种科学的素养 你的科学的这种信息知识是非常准确的 其次你在中间其实是有很多的人情味 然后又有非常优美 简洁的这样一种协作的这样一种风格 那我想他背后显然也不是一家商业性质的媒体能够支持的 因为显然他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来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他显然不是流量最高的这种媒体文章 那他显然无法通过一般意义上的商业的方式来维持运转 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来提一点这个 就是说其实非盈利的媒体真的不仅仅是发生在地方层面 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罪案啊凶杀啊或者是这种腐败啊这方面 它可能也会发生在科学啊医疗啊或者是气候啊这些方面 其实都是完全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基金会支持的案例发生的 对其实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 我会觉得美国那边的科学报道还是挺充分的 就无论是更加科普一点的科学美国人这样子 或者是以视觉为主的国家地理 再包括我其实是有在纽约克上面看到非常好的科学类的报道 还有像连线连线的很多科学报道 就前沿科学的报道其实也是非常好 因为其实也跟就比方说国内的什么知识分子这样的媒体有沟通过 就的确在国内做科学报道还是挺难的 然后现在我们在微信上看到的很多科学报道 要不就是编译的要不就是耸人听闻的 所以这一块的空缺 我感觉如果没有基金会没有一些资金的支持的话 就很难支撑的起来 对 那其实说到非盈利媒体 其实可能就可以转到下面说的一个 不能说是趋势吧 可能说是一个特征 就是说每年的普利策奖 其实大家首先看什么 其实都是看最大的奖 其实什么奖叫最大的奖 它官方不会说我这个就是最大奖 对吧 那其实大家会认为最大的奖 就是一个叫做公共服务奖 public service这样一个奖 那这个奖它是给一个奖牌给你 这是唯一的这样一个会给奖牌的这样一个奖 而且它是表彰机构 而不是表彰记者个人的 那今年获得这个奖的是谁呢 同样是一家非盈利媒体 同样是一家获得了非常多基金会捐赠的非盈利媒体 它叫publica 那其实熟悉新闻界的朋友 其实就知道啊 这个媒体一点都不陌生了 对吧 因为它其实已经获得了很多很多次的普利策奖 从它其实相对不长的这个历史来看 其实它已经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奖项 那它获奖也确实是因为 那就是如果说有什么报道是为得奖而生的 我觉得简直publica这个媒体的创办 就意味着它真的不获得很多普利策奖 就不可能了对吧 为什么说 因为它首先就是去做硬核的调查报道 而且是不计成本的去做最重要的话题的调查 另外一点呢 就是它是使用大数据的方式 非常多的使用这种技术的大数据的方式去做调查 所以呢 它在过去几年中都涌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作品 那它确实背后也产生了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力 它到什么程度就是 我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普利策奖的作品中间 都会出现那种地方媒体因为和publica合作 而获得了普利策奖的这种 就是说它已经publica已经不仅成为了一个 自己会获得很多奖 而且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带头大哥 它会带很多小的地方性的媒体获奖 那为什么它会有这样一种模式呢 其实也是因为publica 它觉得自己所调查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地方警察层面的这种腐败 它觉得如果在美国的一个州的一个城市发生 它肯定已经在很多其他城市也都发生了 那它就会用同样一种模式 去和在很多地方的地方媒体去合作 然后可以把这种影响力成倍的去放大 所以publica会提供人力提供一些资金的支持 使得这种本身很缺资源的地方媒体 获得很多的帮助 又同时使得publica这样一家 全国面向的这样一家媒体 能够获得很多在地的地方性的这种知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种模式 所以这个也是借我们讲 今年最大奖的这个机会 来讲一下publica 因为我之前会很关注数据新闻这一块 所以就会看得比较多一点 因为它真的是在数据新闻方面 做得非常靠前了 它的数据新闻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数据可视化这种 它其实真的就是说 为了做一个新闻 它会去搭一个庞大的数据库 会基于这个数据库去做很多叙事性的报道 会做可视化的东西 同时会做交互的数据库 比如说它之前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案例 就是搭建了一个非常大的数据库 把美国的医生所接受这种医药公司的这种 比如说去请你做个讲座 给你一些钱啊 或者是请你去开会啊 旅游啊什么之类的 这些记录全部都放进去了 这样使得每个美国人都可以查到说 我经常去看的这个医生 他背后有没有什么医药公司方面的这种利益关系在里面 可以想象中这就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 很简单的就能完成了 它真的背后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 做出来的他这种数据形容的作品 他真的就是你不是依靠现有的数据做一下分析 而是你需要从头去搭建数据的 听起来工作量就像浑水要做空一家公司要做的工作量 当然问题是人家浑水是可以赚好多钱 他也赚不了啥钱 对当然我觉得对于给Public投钱 或者说在Public工作的人来说 钱对他们来说也 他们更多的还是想要真的去推动一些社会的这种变化 推动一些进步 比如说今年获奖的作品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为例 就是说因为每一次获得普利策奖 特别是这种公共服务奖的作品 它一定需要去展现出我真的推动了社会的变化 你真的产生了影响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今年Public的作品 它和之前的这些非常大数据的报道会不太一样 也展现出它可以做其他类的报道 这个报道其实它就是去调查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一 叫Clarence Thomas 那位黑人法官 他和一个房地产商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 他发现这个大法官去乘坐了这个房地产商的这种私人飞机 豪华邮轮一起去度假 甚至说这个房地产商还买下了这个法官的母亲的一座房子 然后还给这个法官的一个养子 去支付了私立学校的学费等等 而这些利益关系 这个法官大法官本身都没有主动的去披露过 这当然中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让人很存疑 这中间是不是有腐败的存在 那这个报道看出来之后 最高法院美国的最高法院 他确实是发布了这样一个守则吧 行为规范 那之前其实美国法院系统里面 只对低级一点的这个法院 有这种法官的这种行为守则的规定 但对最高法院大法官 这个九人这个大法官 这九个人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规范的 似乎就是相信他们高尚的品德 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神话了 对吧 我觉得有时候甚至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 都可能会相信这种高尚品德大法官的这种神话 但其实哪有什么神话呢 对吧 其实这个 都是凡人 对啊 这篇报道也这么发现 原来最高凡人大法官是过着这么奢侈的生活 背后都是有人给他买单的 对吧 甚至是说他会发现 其实他发现的不只是这位大法官 他也会调查到之前另外一位大法官 那他甚至是说在判决跟某一个商人相关的这个案例的时候都没有主动去回避 就这种事情都会发生 所以呢这个事情确实是在美国引发的相当相当大的一个震动 然后确实也是使得这种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些这种政策上的这样一些调整 所以这个当然对于ProPublica的这种员工来说 我猜他们肯定会觉得 因为我读过他们对这个事情后续的一些报道 我猜他们肯定会对这个结果还是不满意的 因为当最高法院发布了这个行为规范之后 那ProPublica就报道了最高法院发布这个行为规范的这个新闻 但是标题是什么呢 就是最高法院现在发布了行为规范 可是谁来负责执行 谁来负责把这个规范落地 这个规范中有太多模糊的这个词语了 这个中间到底怎么细化呢 他们显然还是非常非常不满意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就是当美国说新闻是第四权利的时候 就是他这个第四权利究竟体现在什么方面 虽然听起来有点空 但的确还是能够推动一些事情的 对对对 就是推动的这个事情 当然不可能是通过一篇报道 就能直接的把整个制度都改变掉吧 对吧 但是我相信他所埋下的一个种子 我觉得他其实是会超出这个行为规范本身的 因为我觉得他会 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美国大众也好 或者是美国的一些重要的政策制定者也好 他们对于最高法院这个系统的这样一些认知 那所以也许之后民众的一些看法都会影响到更多的政策变化 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 可能已经存在 对对对 还有特点 比如说其实你可以从每一年的普利色奖去看前一年发生了什么 是的 对 什么是焦点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美国视角的这样一个研究材料了 那今年的话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既符合美国人的视角 但同时又符合我们前面说到的普利色奖的关注点 当然就是加沙的这个战争了 对吧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纽约时报的这一组报导获得了这个国际报导奖之外 还有路透社的新闻摄影作品获得了突发新闻摄影奖 肯定就是大家都能预料到了 在今年的这个获奖名单中间应该是有这个加沙战争的存在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听下来 我感觉就是因为其实唱衰媒体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 这个调调已经发生了很久了 而且大家都会觉得媒体现在影响力越来越弱 但是其实就今天这么分析下来 你依然会有看到它比较乐观的一面 比方说新的刚刚说的非盈利机构冒出来 地方性的媒体依然在发挥作用 ProPublica这样子的依然在进行监督等等等等 包括AI的运用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当我们说媒体在衰落 有那么那么多问题的时候 它所在整个社会当中存在的价值依然是在这的 它并没有缺位 对 我觉得每一年的普利策奖 也是一个新闻界给自己打气的这样一个机会 因为你说干嘛要发奖 对吧 自娱自乐吗 那当然在我们世界中间存在很多的奖 都是为了自娱自乐的 但是普利策奖本身它的这种意义 我觉得其实是有公共意义的 因为它确实是为这样一个活得很艰难的行业 一个非常重要的打气式的存在 其实说到这个就让我想到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拜战争 说到这个袈裟战争的时候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获奖的不只有这两个 不只有纽约时报的和这个路透社的 还有一个就是今年的这个叫做special citation 它不一定每年都有special citation 但是在最近几年往往很多时候都有这个special citation 你可以理解成所谓的特别致敬吧 那在今年就发出了两个 其中有一个就是给在加沙工作的记者 那其实这个普利策奖在这个颁奖的时候也说了 就是说其实之前 比如说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的那一年 爆发之后那一年的普利策奖中间 他也发出了特别致敬 就是给在乌克兰工作的这些记者 那在之前阿富汗战争的时候 也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特别致敬 所以那基本上大家也可以预料到 那今年应该也会给他们发这种特别致敬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想这个特别致敬的这种含金量也好 或者说它背后的这种重量 沉重的重量 应该是超过了阿富汗 超过了乌克兰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聊 八一战争的时候也提到了 说这一次的战争是非常惨烈的 加沙地带的这种人道危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中间也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在加沙身亡的记者 应该是已经超过了100个人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数字 所以我想对于普利策长来说 也一定需要提到这一点 因为他确实是有太多太多的生命带在里面了 而且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这背后还是一个关于记者能否在战争一线 做自由报道的这个问题 它确实也是一个让在加沙发生的战争 和其他战争不一样的这个地方 对的确是这样 我想可能还有一个点 它也许没有那么重要 但我觉得还是可以拿出来说的 就是因为当social media 就是这个已经说了很多年了 说social media时代 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做记者的时代 你身边发生什么 你都可以po到网上 似乎一切信息都在那 哪里战争了 哪里车祸了 都有拍出来 但是问题是 谁在分析这背后的东西 原因 你看到的东西 它背后究竟是什么 有谁在追问 有谁在归因 有谁在追责 还是需要有人在做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普利策讲 其实他们不光是拿到了信息 可能更多的做法 就为什么会需要借助AI 为什么要借助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 其实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些信息 能够给出一个更真实 或者是更加有价值的归因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现在可能 尤其是在中国吧 虽然信息无处不在 但这一部分 其实是非常非常欠缺了 既没有地方性的追问 也没有全国性的追问 对 其实说到地方这一点 真的就可以联系到 另外最近的一则新闻 我没有太跟进 但是在一些群里 看到挺多人在讨论 就是关于广州自来水 涨价听证的这个事情 就算是一个看上去 没有那么敏感的 这个自来水听证的这个事件 我之前看到 曾经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的宋志标 他有一个公号叫旧文评论 他在中间就说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2009年 南方都市报会做什么样的报道 或者说广州整个的 这个媒体生态里面 各种各样的报纸 包括广州日报在内的 这些媒体会做怎样的报道 他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 一系列的这个描述 但总之呢就是说 各种媒体会从各种不同的角度 根据自己的身份出发 都会不断地去追问 这个涨价是否合理 是否考虑的公共利益 都会不断地去给 政府去施加压力的 那他这篇其实不需要想象 因为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在 09年左右 在广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再发现 当我们在今天再谈论到 我们现在可以破开来去 因为这个事情不仅是广州在发生 全国各地都在发生这种 涨价的这个事情 就地方政府对于这种 水电器的这种涨价 那中间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程序 中间有没有一个合理的 这样一个民意的代表 等等等等 这样的话题 在今天我们可能只能 在微信群里面聊一聊 但是在媒体上面 地方媒体上面已经看不到了 现在很多地方媒体 本身已经没有了 或者完全不做这些东西了 对的确是挺悲伤的 因为我作为记者的确 在刚开始做记者的时候 报道一些地方性的 什么无锡兰藻的爆发 什么还是的确是可以 报出来采访到政府官员 采访到地方的人 这些都是可以写出来的 而且我觉得这并不意味着说 现在我们身边的 这个环境当中 没有那么多可报道的 就可能涨价 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大的 民生的事 我们需要报道 但有一些真的 挺小的事也挺值得 最近我是知道一个信息 是北京非常核心地段的 初中学校 他没有正式的操场 这个是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但是那个这个学生 本来是经过了一年之后 他可以搬到主校区去 但没有搬到主校区 是因为就是这个学校 扩张的非常的厉害 他办了更多的校区之后 新招进来的学生的家长 不愿意自己的低年级的孩子 被分到这个更小的学校区 就进行抗议 然后同时也会有那个联合 可能物业说这个会影响这个房价 然后这个抗议 当然大家都不知道 销声匿急 所以最后就是 那个小小的学校 依然要容纳这个初中生 就你就无法想象在北京 最核心的地方的一个初中 就没有一正儿八经的操场 如果要上体育课 得要到另外一个学校去 借用人家的操场 所以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多好的 可以值得去报道 而且他牵扯的是 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复杂的报道 牵扯的利益方 就是大家是怎么看待房价 大家怎么看待教育 人们在这种的情况下 怎么去通过发声 争取资源 我觉得是一系列 可以去挖掘有意思的报道 是的 其实在 不管是在中国美国 还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地方性质的这种新闻 往往是大家 其实是非常关心 而且是跟大家的 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对吧 因为其实 新闻价值中间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种相关性 而往往在地方发生的新闻 是和你最相关的 所以 其实从受众的需求来说 其实是有非常强大的 对地方性报道的需求 这也是这几年 比如说在年轻人当中 特别是在文艺青年当中 非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 叫做附近性 对吧 那这个本身 对它的流行 就是说明了 其实我们对地方性的信息 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种渴求的 但确实就是因为 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在美国主要是 商业模式的这种破坏之后 地方报纸 起码是大规模的退出了 大家的视野 但是幸好是有 基金会支持的 这些地方新的网络媒体出现 在中国的话 因为这种政策上的限制 所以基金会是 不会去投资媒体 来做一些这种 新闻性质的这种东西的 所以到底谁来满足 我们对地方性的信息的需求 谁来在地方层面来 构建一个更美好的公共生活 它确实这件事情 就散落到了 怎么说呢 更多样 然后也是更分散的 这样一些人 或者一些群体 在做这样的事情上面去了 可能有一些这种大V 或者是说 有一些影响力的这些 个人博主 可能会关注一些 这样的事情 或者是在一些 依靠邻里关系 或者是地方地区性关系 而建立起来的 微信群里面可能会有 或者呢 就是比如说 以成都为例 就是发生在一些书店里面的 一些这种地方性质的 这种公共空间 可能能够承载一些 这样的一些关注和讨论 它确实就变成了一个 大家需要各自努力去 能看看能不能在这方面 做一些事情的存在 那感觉我们对 普利策讲的解读 似乎也差不多了 对对 那其实 其实我最后再想补充一点 就是说到地方这一点 其实这次我们刚才说到 通过AI作品获奖的 这样一个媒体 一家叫City Bureau 另外一家呢 叫做Invisible Institute 这家Invisible Institute呢 那它其实 我们可以 大家可以翻译成 隐形研究所吧 那这个研究所 它背后的这个故事 其实是挺有趣的 它的这个发起人呢 其实是一个 就是他在西加哥出生 他是个白人 但是呢 他就长期的 基本上是把自己的 整个事业生命 都献给了这个 西加哥当地的黑人社区的 这件事为公正事务当中去的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本身 它的故事也是 挺有意思的 那以及刚才我说到了 很多这种趋势啊 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也都在 我自己的这个新闻实验室的 这个付费的会员通讯里面 有提到过 而且我每一年 其实我每一年都会写 福利色奖这个分析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这个订阅和 期待着我明年 再分析明年的福利色奖 对也可以不用等到明年 就接下来一篇一篇的 看会员通讯 对 Invisible Institute 它的确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背后的故事 可能也能够讲一讲 然后我还问了我们的 跳运兔子洞的制作人 加勋 他其实也有一些了解 说不定之后 我们是可以来聊一期 然后并且因为加勋 一直是在做调查报道 所以这其中可能有一些 有意思的东西 或者是他观察到的东西 都是可以一起来跟大家说的 对 非常期待 因为Invisible Institute 这次获得的另外一个奖 就是音频报道奖 就是播客奖 对 就是音频报道 那我们就各自也都在看一看 然后我们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我们一起来聊这一期 好的 那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问的 或者讨论的 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讨论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